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人认为刘秀是一个完美皇帝 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典范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持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刘秀并没有这么伟大 甚至还有人认为刘秀是汉民族的千古罪人 这个罪名可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这种说法只是来自于那些哗众取宠的网文的话 那么恐怕今天我们也没必要在这里花时间讨论这个问题 恰恰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来自于一部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 就是由费正清和崔瑞德合著的那本《剑桥中国史》 首先呢 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 费正清与费玉清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崔瑞德也不是出身于清和崔氏 这二位都是妥妥的外国人 他们不过是起了中文的译名 这部史学剧著呢 是出版于1978年 在海内外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么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 他提出的观点背后的依据 也不可能是捕风捉影 胡编乱造的 一定是有它的根据的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部书的影响大名头大 我们就全盘的接受他的观点 这部书对中国历史的诸多人物 诸多事件都有过很多的评论 有些评论是正确的 有些评论是有待商榷的 比如说对于刘秀 今天呢我们就花点时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刘秀到底是不是汉民族的千古罪人 因为这个话题呢会涉及到东汉时期东汉与匈奴与西域的关系 而这段时间呢又是王昭君出赛的几十年以后 可以说是后昭君出赛时期 那么王昭君的后代 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女儿 在汉雄关系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其中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昭君出赛的历史真面目到底又是怎样呢 咱们先来看看在《剑桥中国史》这部著作中 是如何论述刘秀是千古罪人之说的 在这部书中这样写道 光武帝有杰出的军事技艺和才能 以吸引有才之士来供举他的大业 并且他对自己要求甚言 他是一个名识相赋的君主 善于识人 而且还是一名精明的政客 然后话锋一转又说道 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 但是缺乏长期的战略眼光 他最大的弱点在于外交政策或者是民族政策 匈奴依然是东汉面临的严重威胁 但是尽管东汉有能力向匈奴发动进攻 就像汉武帝时卫清获取病做的那样 光武帝的军事姿态完全是防御性的 虽然随着公元36年内战的结束 他强大的足以采取攻势 那一年他建筑了新的防御攻势 以封筑进入山西的传途勿侵路线 在此时刻 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时期最大的错误 这个错误也属于中国历史中最坏的一个 他本应与南匈奴联合 攻击北匈奴的联合体 公元51年中国的将领们极力主张这场征战 而且征战肯定会取得胜利 南禅瑜就可以作为匈奴唯一的统治者返回戈壁以北的土地 而中国人就可以收服西北边陲的几个郡 汪武帝是怎么做的呢 他竟然让南匈奴迁徙到汉朝境内 本来汉朝的土地就很有限 现在又要分出一部分给匈奴人 他们的后代于公元308年就在这里起来反对西晋 西晋之王中国北部的丧尸和持续到公元589年的分裂时期 是汉光武目光短浅的政策的直接后果 他后来的几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受到指责 但最大的责任应由他来付 在剑桥中国史秦汉篇第三章还有这样一句话 所有人都知道汉族是由西汉的汉武帝所缔造的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汉族 但是不是每个人知道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 却是汉民族的千古罪人 所以按照这部书的观点 之所以说刘秀是汉民族的千古罪人 主要就是因为在东汉帝国建立以后 本来有实力向匈奴发动禁锢 但是刘秀仍然采取了绥靖政策 特别是在公元51年也就是建武27年的时候 匈奴内部发生了内乱 刘秀却并没有抓住机会荡平匈奴 反而却让匈奴人内服与汉人杂居 进入了以前汉人的土地 这个决策的直接结果就导致了后来的五胡乱花 所以刘秀是名副其实的汉民族的千古罪人 这部书只提到了刘秀对匈奴采取的绥靖政策 还没有提到刘秀对西域各国呢 刘秀对西域各国采取的政策 那要说起来就更加的不负责任了 这部书中提到的公元51年 也就是雄奴发生内乱的那一年 在这之前的几年 公元45年 也就是东汉帝国建国二十周年的时候 西域十八国的使者带着各自王国的王子 一起来到了帝都洛阳 他们向东汉帝国提出了严重的交涉 要求东汉帝国在西域重开西域都护府 重新做他们西域各国的老大 如果刘秀答应了还则罢了 如果不答应的话 那我们西域十八国也不是泥泥 我们也是有血性的 你看这次我们已经把儿子带来了 如果你刘秀不答应 这些儿子我们就不要了 你害怕了吧 这么说呢有点开玩笑 实际情况是公元45年西域十八国的使者 带至子入朝 希望皇帝刘秀重开西域都护 西域都护府 以前我们讲过是汉宣帝时期设立的 后来到了王莽时期 经过老王的一番神操作 西域各国是纷纷造反 西域都护也就被迫取消 到了东汉帝国建立以后 西域各国呢都有与东汉帝国修好 重新开西域都护的愿望 当时西域各国中有一个叫刹车王国的 这个王国呢当时在西域各国中实力比较强 国王贤的野心也很大 他向东汉帝国派出使者 希望能够让东汉帝国任命他为西域都护 他要帮助东汉帝国管理西域诸国 刘秀当时是接受了窦戎的意见 认为这件事情可行 以疑制疑 又不用花费中央政府的一枪一兵 所以呢就同意了 将西域都护的印寿就授予了刹车王贤 在这个使团回国的途中路过敦煌的时候 当时敦煌的太守裴尊认为此事不妥 就将使团暂时扣下了 而且马上上书刘秀说 一敌不堪以当此大人 刘秀接到了裴尊的密告 也马上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刘秀也是一个爱好音乐的人 最擅长的就是退堂鼓 所以刘秀马上就改变了主意 让裴尊刻下使团手中的西域都护的印寿 改寿与汉大将军的印寿 此举也让刹车王国非常的不满 刹车国王贤仍然是与西域都护的名义 对西域诸国实行统治 而且是暴虐的统治 随着汉政权从西域的退出 匈奴的实力也就慢慢的渗入 这样西域诸国要么受刹车王的威胁 要么就要接受匈奴帝国的盘剥 匈奴国的统治可不像当年的西汉王朝那样的人意 他们对西域各国是直取不语 这些都导致西域诸国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最终促成了西域十八国入朝 请求重开西域都护 但刘秀以天下出定北换未除的理由 拒绝了西域诸国的要求 最终导致了西域诸国投向了匈奴的这一边 这样说起来刘秀既不接受西域的主动归附 又不能抓住匈奴内乱的机会荡平匈奴 而且还让匈奴人进入了中原领地与汉人杂居 最终导致了250年以后的五胡乱华 似乎刘秀真的可以被称为汉民族的千古罪人 但恐怕大家也听出来了 这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250年以后的郭 能不能由250年前的人来背 如果真的话 难道说刘秀真的是二百五成经了吗 东汉十四帝刘秀是第一个 在他之后还有十几个皇帝 那几个少皇帝或者是能力不济的 咱们就不说了 那还有汉民帝汉章帝这样的明军 如果刘秀执行的民族政策是错误的话 那么汉民帝汉章帝为什么仍然是执行同样的政策 而没予以制止呢 肯定不会是因为大错已经筑成无法挽回 南匈奴的人内服以后很多已经放下了刀枪拿起了锄头 开始了他们的农耕生活 如果汉民帝汉章帝想把这些人驱逐出去的话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况且东汉以后还有三国还有曹魏政权 曹操统一北方将匈奴分成了五部 但他也同样允许匈奴人内服 也没见哪个匈奴人敢造反威胁中央政权 一直到了西晋司马市执政的时候爆发了八王之乱 内有贾南风乱政 外有司马市的那几位王爷想家想的想造反 纷纷带着本来应该驻守边境的部队回京夺权 从而引发了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而边境空虚 这样才导致了公元304年 南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召政权 顺便说一下刘渊就是刘豹的儿子 而刘豹就是抢了蔡文基那位南匈奴的左先王 顺便再说一句 刘渊的嗜好是光文皇帝 他倒是真不担心与光武帝刘秀这个千古罪人扯上关系 所以说最终造成五胡乱华 让中华民族承受着千古浩劫的这个板子 是不是首先应该打在司马氏的这几位王爷的屁股上 当然了也不能忘了贾南风 顺便说预计贾南风已经被我清理门户 那是在我几年前的一期视频节目中 这是其一光武帝刘秀是背不了250年以后的锅 其二呢就是让匈奴人内服 这并不是刘秀首创的政策 从汉景帝刘起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汉宣帝都执行过类似这样的政策 其实从大局观上来看 这项政策并没有错 熊奴人只靠杀是杀不完的 不如让他们改变他们以往的生活方式 游牧民族有他们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而对农耕民族的抢劫历来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一 对于他们来说抢劫也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所以除非你把匈奴人都杀光了 只要他们有人还活着 他们就一定还会抢劫 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最根本的方式是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让他们放下刀剑拿起锄头 和中原的人一样耕作收获 多一个内服的匈奴人就会少一个参与抢劫的匈奴人 这实际上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汉东汉历朝的皇帝都坚持执行这项政策的原因 当然了执行这项政策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控制力的中央政府 只要控制得当这项政策是没有问题的 而如果出现了像西晋时期八王之乱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不力 到时候天下大乱的可不仅仅是异族 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五胡乱华就不是因 而是中央政权失控的果 那么照此逻辑 如果单纯的指责刘秀是千古罪人的话 岂不是有失偏颇吗 其三 如果东汉政权那时候开始了对雄奴的征讨的话 那么刚刚建立的帝国能否承受起这场战争呢 这一点我相信刘秀也非常的没有把握 毕竟建国已始百废待兴 中原的人口从西汉末年的六千多万 已经降到了刘秀建国时的一千多万 社会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即使雄奴当时遭受内乱实力减弱 但刘秀也没有把握能一战而胜之 而如果一战不能成功的话 陷入了与匈奴的长期战争 这个代价恐怕是刘秀无法承受的 拒绝西域的归附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刘秀认为当时国力不济 在西域地区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 那是要花钱的 那是要派出官员的 那是要派驻军队的 而且做西域各国的老大 这老大可也不是白当的 也是要花钱的 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就会向你这位老大伸手 你能不管吗 西域诸国之间是矛盾重重 你作为老大调停的时候 有时候也要花钱的 中央政权又不能从西域各国中征收什么税 除了一些特殊的日子会收到一些贡品以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 而且收到这些贡品以后 中央政权还要回礼 回礼的价值往往是数倍于贡品 所以从各方面上来看 这都是一个赔本的生意 当然了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涉及到国家的荣誉声望 大汉民族的威名 这岂能是像商人那样拿算盘珠子能够算出来的 不过呢 我倒要说说这些话的人大概都不是当家过日子的人 老百姓还是应该说点老百姓自己的话 老百姓自己的话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刘秀未必不知道如果他真的收服西域 打败匈奴的话很可能会为他迎来千古盛名 这对于很多领导者来说都是滋滋以求知的 但偏偏刘秀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他在权衡 他的千古盛名与他当时治下的百姓的安宁生活 孰清孰重 也许有人会说作为一个帝国的领导者 刘秀的眼光应该更长远些 不能老是局限于这些瓶瓶罐罐的小事情 但我想即使是刘秀的目光放长远 他也应该知道 雄奴人是杀不完 即使你杀光了雄奴人 还会有另外一个游牧民族 来填补这个权力的真空 从中国历史上我们就能看到 雄奴人走了以后 显卑人就来了 等显卑人入主中原 草原留下权力真空以后 柔然人就进入了 而当柔然衰落的时候 突厥人又崛起了 而当突厥人被唐帝国赶跑以后 契丹人金人蒙古人又相近进入了中国北方的草原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抗 这是一个上天的宿命 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除了上述这些原因以外 刘秀之所以不愿意出兵雄奴 还与他的治国理念 或者说与他的做人理念有关系 当时在公元51年前后 确实雄奴地区发生了内乱 这个内乱包括了天灾 也包括了人祸 当时藏公和马武两位将军 也确实向刘秀提出了趁虚进军的建议 从两个将军的角度来说 这个建议是正确的 但刘秀站在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上 他是这样说的 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 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 乐人者其乐常 乐身者不久而亡 舍尽谋缘者劳而无功 舍远谋尽者一而有忠 义政多忠臣 劳政多乱人 故曰物广帝者荒 物广德者强 经国无善政灾变不息 百姓金黄 人不自保 而富裕远世边外乎 诚能与天下之伴以灭大寇 岂非志愿 苟非其实 不如 西人 从这段话中大家不难看出 刘秀对内对外所施行的德政 这也就难怪刘秀在位33年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一朝也被称为儒学最盛 风化最美的朝代 刘秀作为开国皇帝 无疑确定了这个朝代的风向标 特别请大家注意刘秀说的那两句话 古曰物广帝者荒 物广德者强 这句话放到今时今日 一样的发人身形 刚才提到的那个时期 雄奴发生的内乱中的人祸 就是指的因蝉鱼的继承权 而使得雄奴最高统治者之间 散开的一场血腥争斗 当时的雄奴蝉鱼 为了将蝉鱼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而不是按照以往的惯例 传为给自己的兄弟左贤王易普制牙师 就杀死了这位合法的继承者 由此引发了雄奴的内乱 而这位被杀的依徒治牙师的母亲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 他就是王昭君 后世描写王昭君的文学作品 戏剧作品很多 但其中很多呢 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 或者是各自的价值观角度 来解读昭君初赛这件事情 慢慢的呢 也就与真正的事实渐行渐远 大家印象中的王昭君 大概有主要两大人设 一个呢是王昭君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 而自愿舍弃个人终身幸福的 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 再有一个就是王昭君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 他在草原的生活很不幸福 他非常的想家 最后呢也是因为思念家乡忧郁成绩而早逝 或者说是不满意雄奴贵族让他嫁给自己的义子 继而愤而自杀 总之啊 这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 再结合他为了国家民族大义 而舍弃个人的幸福 最后却落得如此的结果 更增加了他的悲剧色彩和牺牲精神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打动人心 但其实这些描写与历史上的史实很多都是不相符的 最早记载了昭君初赛这件事的汉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禅于自延续汉氏以自亲 原帝以后宫梁家女王强自昭君赐禅于 还有一句是说赐禅于代赵叶廷王强为燕之 四百年以后范叶所著的后汉书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就开始多了起来 提到了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玉积悲怨乃请叶廷令求刑 而且还提到了汉原帝第一次见到王昭君的时候 觉得如此美丽的女子嫁给匈奴有点可惜 自己呢也有点后悔 但目以成舟已经不能改变了 与之前的汉书比较 后汉书关于王昭君的描写明显多了很多 很有可能是在这四百年间 很多的民间传说故事被揉入了其中 虽然如此呢 但基本的史实还是一致的 比如说都提到了王昭君的身份 汉书说他是代赵叶廷 叶廷呢是西汉后宫中的一个部门 当时各地方进县的美女都先住在叶廷等待着皇帝的召见 当然了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等不到这个机会 这些女孩呢都叫做代赵叶廷 就是宫女王昭君就是这么一个身份 而且最后即便是嫁给了陈瑜 王昭君的身份也不是以往和亲时的公主 她还是一个宫女 汉兄两国之间在西汉时期曾经有过十次的和亲 前十次被派去和亲的都是宗室女 而且都是被封为了公主 唯有第十一次也就是王昭君这次所谓的和亲 是以公女的身份 而且并不是宗室女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说是汉朝连个宗室女都拿不出来了吗 其实呢 这是由汉兄两国的地位的变化所决定的 王昭君这次所谓的和亲呢 是发生在公元前33年 而上一次汉朝与匈奴的和亲 是发生在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时期 再上一次是公元前140年也是汉武帝时期 期间间隔了100多年 而之前的十次和亲期间间隔一般也就是3到5年 那么为什么两国这么长时间没有和亲呢 是不是汉朝已经放弃了和亲政策 其实并不是 汉朝并没有放弃和亲政策 他放弃的不过是与匈奴和亲 而改为与西域各国和亲 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的刘系军公主远嫁无孙国 而开始与西域各国和亲 这也是由汉朝的对外战略的转变有关系的 张谦出使西域打开了汉朝与西域的交往之门 这时候汉朝的皇帝发现 匈奴之所以能够屡次三番的搅扰我们的边境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大后荒 就是西域 那么如果汉朝能够与西域建立联系 成为盟友的话 那么就可以南北夹击匈奴 所以汉朝的战略就转向了西域 这个战略无疑最终是成功的 到了汉宣帝时期 匈奴在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合打击之下 疆土日益萎缩 实力大大受损 终于在公元前58年 因为继承权的问题 五个蝉鱼发生了内乱 这就进一步加速了匈奴的衰落 这五个蝉鱼中有两位比较有名 一位是智智蝉鱼 另外一位就是娶了王昭君的呼喊爷蝉鱼 呼喊爷蝉鱼也是五大蝉鱼中实力最弱的一个 虽然说实力很弱 但是他清醒的意识到了与汉朝发展关系 将是他夺得蝉鱼大位的最大保证 所以呼喊爷蝉鱼就倒向了汉朝 后来是在汉朝派遣的一万六千精兵的护送下 回到了草原夺得了蝉鱼之位 而智智蝉鱼呢 虽然也和呼喊爷蝉鱼一样送质子入朝 但最终汉朝选择了呼喊爷放弃了智智 智智是一怒之下杀了汉朝的使者 又畏罪潜逃到了康居国 在那里建了一座智智城 公元前35年 西汉将领陈汤甘炎兽是虽远必诛 杀死了智智蝉鱼 两年以后 呼喊爷就再一次来到了长安 向汉原帝提出求亲 要做汉朝的女婿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时候汉兄两国的地位 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前和亲的时候 汉兄两国基本上是平等的 汉朝甚至还稍微低一点 所以那个叫和亲 而到了公元前33年 汉朝已经俨然成为了匈奴的宗主国 汉朝的皇帝是可以决定 匈奴蝉鱼的生死的 二者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变成了汉强匈奴弱 所以在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提到了 这是赐 这已经不是平等关系下的和亲了 而是从上至下的赐婚 所以说呀 我们看到很多的文艺作品 说王昭君是为了民族的大义 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幸福 这个呢 说的就有些夸张了 即使王昭君没有嫁给禅瑜 禅瑜也不敢兴兵来犯汉境 所以昭君出赛 也就不必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怅 相比较而言 可能前面那十位和亲的公主 他们所要付出的牺牲承受的压力 可能比王昭君还要更大一些 当然了 我并不是说王昭君不如那前十位公主 那前十位公主毕竟都是宗室女 他们在汉朝的时候也都是贵族 平时呢可能享受着汉朝几百户几千户的十亿 这些也都是民脂民膏 所以说国家养了他们 那么当国家需要他们做出一点牺牲的时候 他们也应该是义不容辞的 这是他们的使命 而王昭君不一样 王昭君是平民之女 我个人呢也非常不喜欢那种在和平时期鼓励平民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这样的宣传 其实这种宣传是将国家民族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对立起来 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而正常的模式应该是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利益是统一的 成就了小家也就成就了大家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汉书和后汉书中怎么没有提毛岩寿的事 毛岩寿就是那位给王昭君画像的画师 据说是王昭君没有给他行贿 所以他把王昭君画的特别丑 这个故事呢并不见于正史 而是出自于百年以后的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是一本纯纯脆脆的小说 在后世很多的文学作品中都强烈渲染了王昭君的悲剧色彩 说他思乡说他在那边过得不如意 其实啊王昭君在塞外的生活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后世的很多故事都是自己发挥出来的 比如说关于落雁的故事 是说王昭君看到了天上的飞雁 想起了自己远离的家乡 所以呢就弹了一首琵琶 当琴声响起头顶飞翔的大雁就像中了汉朝最新研制的升国武器 一个倒栽通就栽了下来 这就是形容四大美女那个落雁的传说的由来 实际上呢这个故事完全就是东汉末期蔡雍编出来的 蔡雍就是蔡文基他老爸擅长驻使也擅长音乐 由善琵琶 在历史上王昭君嫁到草原以后 与忽寒爷蝉鱼生有一子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谱之牙师 两年以后忽寒爷蝉鱼去世 按草原的收纪婚制 王昭君又嫁给了新任的蝉鱼 他以前的义子傅朱刘 嫁给自己的义子 这点呢对于王昭君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呢他向当时的汉朝皇帝 这时候已经是汉成帝刘敖了 请求还乡 但刘敖很干脆的拒绝了他的要求 诏书上说让他从胡俗 王昭君那时候是二十几岁 傅朱刘也是二十几岁 两个人婚后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叫云 后来嫁给了匈奴的贵族须布 就叫须布居次 居次呢在匈奴语中就是公主小姐的意思 还有一个女儿最后也是嫁给了匈奴贵族 叫当于居次 王昭君嫁给胡汉爷蝉鱼的时候呢 被封为了宁湖燕之 那么燕之是不是就是王后 这个呢很难说 燕之是匈奴语 可以解释为后 也可以解释为妃 在汉语中没有一个准确的词与他对应 在蝉鱼的后宫中也没有像汉朝皇庭那样 明确的有皇后啊贵妃啊 昭仪这些职贤 蝉鱼的女人都称为燕之 据说地位最高的是蝉鱼的大老婆 专渠燕之 但这也只是一种说法 胡汉爷蝉鱼当时有六位燕之 王昭君嫁过去以后 肯定不是地位最高的那个燕之 但是要说王昭君是不是在后宫中受到了其他 大燕之的迫害欺凌 这个呢没有任何的史料支持 当时胡汉爷蝉鱼最信任的燕之 应该是他的大老婆专渠燕之 还有他的妹妹大燕之 这姐妹是共事一夫 专渠燕之在历史上呢 是一个非常名大义的人 胡汉爷蝉鱼曾经想立他的儿子为继任蝉鱼 但他拒绝了 他希望立他的妹妹大燕之的儿子 也就是胡汉爷的长子做下一任的继承人 胡汉爷蝉鱼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 立了自己的长子 不过明确规定 以后蝉鱼之位是兄中弟吉 这样的话也就保证了昆渠燕之的儿子 也就是胡汉爷蝉鱼最喜欢的那个儿子 有机会继承蝉鱼之位 而王昭君的儿子也是在蝉鱼的继位的名单之中 不过因为年龄小排位比较靠后 胡汉爷以后的五个蝉鱼 都是按照兄中弟吉这个次序继位的 后来到了第六任蝉鱼的时候 按照最初的约定 应该是王昭君的儿子 伊普治牙师作为储君 也就是被封为左贤王 但这第六位蝉鱼想立自己的儿子为继任者 所以他就杀死了 那时候已经被封为左贤王的伊普治牙师 在匈奴左贤王就相当于中原政权的太子是储君 杀死了伊普治牙师 导致了匈奴贵族的不满 最后就样成了在公元51年左右的匈奴第二次大分裂 这就是咱们在节目刚开始谈到的那段时间 王昭君本人并不热衷于政治 但是他的女儿须补居次却不一样 他的丈夫须补是匈奴政坛的实力人物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妇二人可以说是把持了匈奴的朝政 甚至于可以决定蝉鱼的任命 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王莽时期 须补居次呢曾经被王莽要求入宫来侍奉当时的太皇太后王正军 所以呢双方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 须补居次是非常亲汉 他们夫妇二人最后也扶持了一个亲汉的王子 成了继任蝉鱼 这个蝉鱼死了以后呢 王莽不满意新任的蝉鱼 甚至于将须补居次的丈夫立为了匈奴新蝉鱼 而且准备日后派兵护送须补寄蝉鱼位 不过呢事情还没办成 那时候已经是公元23年 赤梅君攻入长安 杀死了王莽 须补居次以及他的丈夫都在乱军中被杀 所以啊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 王昭君在草原的生活应该没有那么悲苦 思乡可能是有的 思念自己的父母应该也会有的 但毕竟他的家这时候已经到了草原 草原里有他的丈夫他的儿女甚至还有他的子民 他在草原的地位崇高毕竟是王的女人 又受到了匈奴人的爱戴 如果他不是应召嫁给了蝉鱼的话 他可能还在汉宫中的夜庭 也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见到皇帝 可能就会终老于宫中 当然了我以上说的这些呢 并不是说王昭君没有为汉兄两国的和平做出贡献 他嫁过去本身就是贡献 他所生的子女因为他的缘故很有可能是亲汉的 而这些人也都是匈奴的贵族 在匈奴的政坛中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所以说王昭君对汉兄两国的和平做出的贡献 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 并不是那种需要个人做出多么大的牺牲 从而搞的卑卑惨惨戚戚戚戚戚戚的那种 也没必要故意渲染成那个样子 王昭君勇于接受挑战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民间传说的四大美女中应该是最富有现代意识的一位 可谓是中华骑女子 她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同时也为她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益处 这是一个结大欢喜的结局 后人不应该为她感到悲伤为她惋惜 而是应该为她高兴为她庆幸 这或许才是昭君初赛这个故事最应该带给我们的感受 对于王昭君而言也许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毕竟是身在异乡 但如果他能感到心安的话 那么异乡与故乡其实并无二致 人生在世白云悠悠时间很短天涯很长 所选之路若可心安的话就没必要频频回首 就像苏大学士在定峰波中写到的那样 试问岭南英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五乡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